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上海两名寻求出国留学的年轻女性都决定不去美国 美国这个几十年的选择目的地可能正在失去其光泽 22岁的海伦 董·海伦·杨说 理由是费用 她说 你要花200万元 27.8万美元 但回来时找不到工作 对我就花不来 她今秋将去香港 24岁的伊冯娜 黄·伊汪汪 目前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 她说 并不担心费用 而是考虑安全问题 黄说 上海家庭通常不想把他们的女儿们送到一个不金枪的国家 这是主要原因 在美英之间 英国更安全 这是我父母的最大考量 对留学的兴趣在疫情后回升 有迹象显示 几十年来 估计有300万中国学生去的美国 可能正成下降趋势 美中关系 同时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减少民间交流 可能会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产生持久影响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总干事奥芬达 方泰阿尔说 国际教育是桥梁 一座长期桥梁 因为今天来的学生是未来的工程师 他们是未来的政治家 他们是未来的创业者 看不到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必须关注 因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阿尔说 来美国读本课的学生减少 更值得注意 原因是中国人口下降 美中关系紧张 中国家庭面临更多的地区选择 以及美国高昂的教育费用 但硕士课程也没有幸免 波士顿东北大学机械工程副教授正义 山一阴 看到该校工科的中国人 申请数量下降到个位数 而疫情前是20到30人 他说 这可能部分因为中国爱国主义的声高 将学生们推向中国机构 匹斯堡后人教育集团 首席执行官陈航 Andrew Chain说 这个下降趋势将会持续 他说 这不是一个周期波 这是个新时代 中国政府让英语教育靠边站 宣传美国枪支暴力 把美国形容为一个衰退的大国 结果就是 中国家庭不太愿意送孩子到美国来 北京批评美国 对一些中国学生的不友好政策 根据前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 不让再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学校上学的 中国学生来美 中国外交部还抗议一些中国学生 近几个月抵达美国机场时 遭到不公正的盘问 并被送回国 发言人毛宁说 美国的行动是选择性 歧视并有政治动机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 米勒 Matthew Miller说 被拘留并被拒绝入境的中国学生 不到0.1%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国务院官员说 被选入美国资助的交流计划的中国学生 受到中国国家特工的骚扰 半数学生被迫退出 那些参与计划的人 回国后面临骚扰 美中教育基金 US China Education Trust 承认中国学生面临的困境 该组织对1991年到2021年间 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所做的调查发现 来自中国的学生 在美国被批为潜在间谍 在中国被批为过于受到西方的影响 但依然有很多中国年轻人 希望海外留学 尤其是父母受过海外教育的孩子们 中国教育机构新东方说 学生们想得到海外名校的学历 来改善职业前景 因为中国就业市场严峻 年轻人失业率12月将近15% 但启德教育 EIC Education说 他们的PI从美国转到英国 学生们喜欢英国教育 更短的学习计划 教学质量 可承受的费用 以及安全感 在英国学习的伊冯纳 黄说 中国对疫情的处理 让更多的年轻人出国 他说 经过三年严格的疫情控制 大部分人意识到 外部世界是不一样的 他们更愿意离开 国务院在9月结束的财政年度 向中国学生发放了86080个F E学生签证 比一年前增加将近40% 但依然低于疫情前 105775的水平 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人数 2019年到2020学年 疫情发生时 达到372532人的最高水平 是10年前的两倍多 这个数字在2022年 下降到289,526人 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发现 美国学校正在优先招收 印度学生 而不是中国学生 尤其是研究生计划 协会同时发现 超过36%的学校报告说 中国新学生 在2023年秋季出现增加 研究院协会 Consul of Graduate Schools 最近报告说 2020年秋天以来 美国大学来自印度和非洲 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申请 和录取人数都有增加 中国人数下降 报告说 来自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增加 以及美中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 日益紧张 可能导致了这个趋势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